他以专业化的战略远光 布局一个产业 他以开放包容的胸襟 成就人才高地 秉持开拓冲心的精神 他成为一个行业的领袍者 科技为先 以人为本 德行天下 他就是山东开太集团 这是一个隆起的战略版图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 两大战略 胜生为国家战略 山东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战略及预期 在黄澜两区最具发展潜力的黄金腹地 邹平 在全国最大的智能抛喷装备 新型金属磨料生产基地 美丽的凤凰山下 一个耀眼的新星正冉冉盛盛起 他就是山东开太集团 山东开太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于2001年 是一家集科研 开发生产于一体的 国内最专业的智能抛喷装备 及耐磨配件金属磨料生产商 也是一家提供全方位抛碗 喷砂工艺解决方案的供应商 公司占地60万平方米 年产15万吨金属磨料 1000台智能抛喷装备 凭借优秀的销售和技术支持团队 开太集团公司成为中国金属磨料行业的领头军 在全国设有17个销售分公司 65个办事处 销售业绩在金属磨料行业 世界排名第四位 亚洲第一 生产技术处于国内领先 国际先进 坚持品牌塑造 开太商标荣应山东省著名商标 是山东省政府命名的首批山东省诚信企业 2009年度 山东开太集团被中国铸造协会评为 中国铸造行业排头兵企业 被中国工业防腐式协会评为 中国工业防腐式创新型企业 被国家商务部 法改委等14个国家部委评为 中国工业品表面处理行业 最具影响力十大品牌 被山东省企业技术创新联合会评为 山东省企业技术创新奖 战略就是创建一个有力的定位 开太立足于专业化发展战略 将金属磨料产业逐步向上下游延伸 先后成立了山东开太抛丸机械有限公司 山东开太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开太耐磨建精筑有限公司 山东罗泰风机有限公司等子公司 山东开太抛丸机械有限公司 是其科研 开发 生产 安装 调试服务 为一体的抛喷机械及耐磨铸建专业生产商 拥有万能试验机 竖控激光切割机 竖控龙门洗床 竖控折弯机 竖控加工中心 自动焊接机器人 动平衡仪 耐磨件精密铸造生产线 德国斯派克光土一等先进生产检测设备 保证了加工精度与装配质量 公司主要产品有抛丸清理机械 环保除尘设备及机械配件等 为国内外铸造 锻造 热处理 钢结构 集装箱 机械 造船 飞机 机车等行业 提供理想的关键设备 山东开太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是其科研 开发 生产于一体的 国内最大的基础磨料生产商 产品主要有铸钢丸 铸钢砂 钢丝切碗 不锈钢丸四大系列 共80多个规格的金属磨料产品 开太牌铸钢丸和砂 被山东省明台战略推进委员会 山东省质量技术捐读局 评为山东明台 自2009年以来 山东开太集团有限公司 进一步加大了公司的建设力度 在新能源 高科技精密铸造等领域 加大了投资建设 公司2009年建成捷杆生物质发电厂 扩建了高端精密铸造车间等 使公司朝着高精尖的方向 稳步发展 科技为先是开太的战略发展取向 对科技与人才的尊重 成为开太发展进步的动力之源 开太的企业技术中心 是山东省金属磨料工程技术中心 山东省高新技术企业 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 总投资5000万元 公司每年都将销售收入的10%左右 作为科研经费 为公司保持强大的科研实力 提供资金支持 公司成为全国最大的金属磨料研发基地 始建于1948年的济南大学 是山东省重点建设的综合性大学 公司与济南大学签订长期合作协议 成立了济南大学毕业生就业基地 济南大学实践教学基地 济南大学工程硕士培养基地 同时还是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 实践教学基地 山东大学实践教学基地 山东交通学院实践教学基地 被山东省评为首批企业实践基地 2010年与济南大学 共同培养工程硕士30名 并于5月份顺利开单 山东开泰抛丸机械勇鞋公司 与济南大学机械学院 共同开发抛丸清理 喷丸清理 强化处理等设备 公司拥有一流的技术科研中心 与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 顺利通过ISO9001 ISO14001国际质量体系认证 CE认证等 山东开泰工业科技预线公司 与山东大学材料学科与工程学院合作 组建了全国第一家 金属磨料实验中心 依靠强大的科技研发能力 和行业影响力 开泰集团成为国内 金属磨料行业的标准制定者 2008年9月 开泰集团公司起草制定了 GBT18838.3-2008 高碳铸钢丸 铸钢沙 GBT18838.4-2008 低碳铸钢丸 等十项国家标准 2010年 被授予国家4A级标准化 良好行为企业 浓厚的科研氛围 是开泰取得丰硕成果 公司与山东大学 济南大学在国内外杂志上 先后发表学术论文 五十余篇 申报专利七十项 科技成果十项 HQ高碳铸钢丸 成套工艺与张备 或山东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科技创新成为企业 快速健康发展的导向和引擎 这是一家年轻的企业 公司1680名员工 大专一生学历的达到1350人 研究生10人 教授10人 博士2人 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120人 职工平均年龄28岁 专业化年轻化知识化的员工队伍 使开泰充满青春与活力 在这里员工与企业共成长成为开泰人的价值追求 开泰为员工个人发展构建了广阔平台 在这里员工能触及独有的世界级领先技术 赋予极具挑战性的创业性角色 在目标管理绩效考核的基础上 引入竞争机制 促进人才脱颖而出 唯以重任 在这里 全员学习 全过程学习 终生学习 成为一种制度 学习型组织建设 成为企业永续经营的重要内容 开泰集团每年对员工进行分层次培训 高层每期30人 中层每期100人 现已培训了800人 开泰集团还赤资500万元 与清华大学签订了为期4年的培养工程 清华大学卓越领导力研修班 山东开泰班二期 共计培养管理人员80名 着力打造一支 具有先进理念和专业技能的管理团队 与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 鲁中职业技术学院合作 定期对生产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提高员工实际操作技能 学习与培训成为员工最大的福利 在这里 优美和谐的工作环境 有竞争力的薪酬 和完善的福利政策 宽容失败的创新理念 打造出了人才高地 让每一位员工都有成长的机会 成为开泰文化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这里 丰富的业余文化生活 舒适的居住环境 贴心的人文关怀 体现着开泰大家庭的温暖 开泰集团还创造性地提出了 党建带团建博士 并加以实践 党建带团建 带出了团结 带出了合力 2010年 开泰团支部被授予 国家级青年就业创业建席基地 济南大学青年就业创业建席基地 上善若水 后得在务 开泰集团以投身社会公益事业为荣 积极回报社会 彰显着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 自2001年以来 以累计捐款700多万元 2006年 开泰集团成立邹平县首家开泰育才基金会 每年奖励高考优秀学生 帮扶在下贫困学生 为响应国家转方式调节构促发展的战略号召 践行开泰核形天下的充值 2011年 山东开泰生物质热电厂建成发电 热电厂利用当地丰富的节感资源 进行热电联产 变费肥宝 变害为利 谱写了一曲关爱自然 科学发展的和谐乐章 历经十余年的发展 开泰集团以金属磨料为依托 不断拓展抛丸机械行业链条 增强自主创新 建设科技企业 锻造着开泰集团的核心竞争力 立足于抛丸机械生产和金属磨料研发 成为亚洲最大 综合效益国内第一 是它成长的目标 凤凰山下 其凤凰 意会冲天 各位阳 这是一个有着战略远景的公司 致力于民族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与繁荣 它正以开放的胸襟 和创新的精神 勇力朝头 洋方远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